我们也听听嘉宾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跟台上这一家三口聊一聊 杨先生你上了这趟车 有可能下这趟车就很难了 因为一开始你去病房 看你妓女的时候 那一刻其实你就上车了 杨先生你有想过下车吗 没有 是什么东西支撑你 因为我觉得从最开始 孩子跟我关心不好 到现在不管有啥都会说 让我先吃 让我先尝 对我非常关心 我觉得我舍不得她了 我想留下她 我不想施育她 也不想施育她 我都想拥有下去 我觉得在他们三个人的描述当中 亲自排第一 只有你把亲情放在第一位 才会去做这样无私的事 才会为一个家庭 每个人献出自己的所有 为这样的亲情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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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三个人好好地落落心里话 把这么多年积压起来的内心的独白告白 一股脑地说给对方听听 好不好 我们掌声 进入向他告白 大爷 大爷 其实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不怎么喜欢你 在这三年期间 谢谢你 其实我知道 如果不是你 因为今天不会站在这 谢谢你 谢谢你 但我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 以前都是关你叫大爷 现在想关你叫什么爸爸 爸爸 老公 谢谢你 这么多年 一直陪在我们娘俩身边 你在照顾我们娘俩的时候 你患上心脏病 高血痒还有胎苗病 真的辛苦你了 老公 以后呢 我们也会越来越好 谢谢你老公 愿你的身后 总有力量 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 愿你拥出时光 爱上彼此的模样 你眼中的光芒 今天呢 我跟月月 我俩一起 编了一个这个戒指 这不是整的灯 我长大了 一定要给你买真的 希望你喜欢 愿你的身后 总有力量 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 愿你有种时光 辛苦你了 老公 辛苦你了 老公 你眼中的光芒 一觉闪耀 所说这能够 特别幸福 特别开心 觉得这张戒指呢 对我来说很珍贵 我很喜欢 各位 《一家三口》的故事 经历 到这儿呢 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 在这个大家点赞之前 三位最后 在帮助这《一家三口》拉拉票 好不好 听听 重组家庭的这个孩子呢 没有谁能够一开始 就喜欢自己的继父母 但是杨大哥 全心全意地照顾 运运 孩子其实真的知道 谁对他真心地好 所以他会放下 排斥 接纳继父 感激继父 您做得特别好 特别棒 谢谢 谢谢 命运今天能够叫杨先生一声 爸爸 是因为杨先生 他主动承担了 一个家庭中间 一个父亲的功能 作为一个父亲 我要为你点赞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在这个家庭中间 让我感觉非常舒服的一点是 他们会彼此说谢谢 他们会说我们 而不是我 你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 我相信再大的困难 只要说你们一家人 能够共同去面对的话 就不是那么困难了 为你们点赞 谢谢 谢谢 月月的心生是一百万 有几个家庭拿得出 我们看到妈妈的腰都压弯了 但是妈妈 你特别有眼光 你选择的这个丈夫 敢于站在你的身后 用他的举家之力 来帮你成全你女儿的生命 而这一点 带给你的其实是一份心声 我觉得杨大哥 能够让一个家庭 从困难走向心声 从心声走向幸福 这真的不是一般的男人 能够做的 你称得上大丈夫 谢谢 谢谢 接下来现场的各位可爱的观众朋友 就到了你们表现的时刻了 十秒钟的时间 三 二 一计时 开始 谢谢 谢谢 一千九百下 恭喜 我们今天的军办人挑战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